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西山山千代路飞 桃花流水归与飞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唱得真好聽 姐姐這首詞是誰作的? 是唐代一位不喜歡造官的文人張志和作的 叫做余歌子 描繪江南水鄉春天的景象 又清新又壽麗 書法那種寂情山水 與自然融合為一的情懷 西山千白露飛 桃花流水貴如肥 遇情於景情境交融 姐姐教彩雲念唐詩的時候 經常提到這種手法 看來書和詞都沒有什麼區別 詞興起於除唐之間 早期的詞和詞真的很相似 但是也有很明顯的差別 究竟有什麼差別? 譬如詞的句子是五個字或七個字 句子排列整齊 而詞的句子有長有短,侵癡不齊 所以詞又叫做長短句 小姐 小姐 出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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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事? 聽說皇上派了個刁蠻公主 來考老爺的學問 考學問? 是啊 老爺之前物得最權貴 回鄉辦學 誰知道權貴還不放過他 來考他 聽說還是考詞 阿爹一向只是將寫作詩文 體作正經事 對詞根本不是一故 我們快點趕回去 請問公主 孔孟諸子 漢富堂師 公主你對哪一科有興趣? 本公主唯獨對唐宋詞有興趣 唐宋詞? 慚愧 慚愧 詞起源於除唐之間 那問詞起源的主要原因是些什麼? 這個 先生辦學揚名四海 端猜不到連一條這麼簡單的問題都答不出 哼 告辭了 公主 請留步 小女子見過公主 你 她是小女丁香 慚喜源的主要原因 小女子願意替爹回答 哼 就憑你 好啊 講來聽聽 採雲 音樂 音樂 研究 сил alay著 演唱 程 姑娘果然冰雪聰明,佩服佩服。 倩丑娘。 丁露先生,家學冤怨果然深厚,佩服。 本公主告辭了。 恭送公子。 姐姐,你只是彈琴都沒有回答問題, 為何公主會這麼佩服? 我用琴聲回答她的問題。 詞起源的主要原因是音樂。 音樂? 徐堂的時候流行一種以西域音樂為主體的新音樂, 叫做燕樂。 燕樂? 跟詞有甚麼關係? 是嗎? 燕樂,音律複雜,變化多端, 難以與句子整齊的五七言詩配合。 所以句子長長短語藝詞就產生了。 就是這麼簡單? 嗯,而燕樂的樂器以琵琴為主, 所以我只是彈奏琴琴, 公主就無話可惜了。 獨譜琴琴琴琴,公主? 姐姐,你很聰明。 姐姐,詩和詞最大的區別是否做到音樂? 詞其實是配合音樂來唱的歌詞, 所以每首詞都會有一個樂譜, 而樂譜的名稱就叫做詞牌。 好像余歌子,余美人,水調歌頭都是詞牌。 不怪詞就可以畫作詞, 詞因為有譜在先, 所以只可以畫填詞。 嗯,你也挺聰明的, 詞的全稱其實叫曲子詞, 曲子就是樂譜的意思。 丁香,丁香啊! 爹什麼事? 這次是大件事, 原來太子對詞學都有興趣, 兄妹倆就在府中擺下詞學擂台, 看你有沒有那麼聰明, 不過,如果輸了, 我就帶我去臨頭的啦。 春花秋月何時流, 萬事值多少, 萬事值多少。 小樓座也有東方, 不過,不肯回首月明祖。 when the 这首愚美人词是南唐皇帝李后主 亡国后穿了俘虜的时候所作的 文书宋太宗听了这首怀念故国书法仇苦的词之后 非常愤怒还拿药毒死了它 这首词流传甚广 人人都说写得好 但到底好在哪里又没有人能够说得清楚 丁香姑娘 你精通词学又能否解释一下呢 这首词究竟好在哪里 我就用曲子词这三个字来回答吧 曲子词这三个字人人都懂的 怎么可以解释到这么复杂的问题呢 姐姐 你要小心点 我自有办法 答案就在这里了 还请姑娘解释一下妙处何在呢 其实一说就明白 曲子语词就是音乐和文学的结合 在礼后主之前 多数曲子词过于偏重音乐 而文词就既无聊又缺乏真情实感 令到曲子词变了以音乐为主 到礼后主才回头又以文学为主 将曲子词变为一种书情的新尸体 妙啊妙 原来曲子词三个字才有这么多学问 文君能有多少仇 恰似一缸春水向东流 又用贴切生动的比喻 将自己绵绵不绝的仇 复合作一缸春水 感情既真实又深厚 便有文学价值了 这个丫头真是多罪 丁香姑娘果然聪慧过人 持学功力深不可测 好 赏仁千两送往丁府以坐办学 多谢太子 姐姐 今天是中秋佳节 你那位如意郎君 为何游学三年都不回 古今凡学业有成者 好像李伯 杜虎那样 都是一游就十年二十年了 姐姐 你就很想念她 两情若是九场时 若喜在朝朝暮暮 写相思爱恋的词语多不星嫂 但是姐姐我就最喜欢这两句 如果彼此永远生爱 就不着乎朝夕相处 我也很喜欢这两句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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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事 老爷叫你快点回去准备 皇上夏子叫你今晚入宫 中秋之夜召我入宫 究竟所为何事呢 好 好 梁臣美景明月当空 真是乐也荣荣 听太子和公主说 池坛出了伟才华出众的奇女子 寡人都很想见识一下 莫非圣上都对唐宋词有兴趣 是啊 今天是中秋节 描写中秋佳节的词 哪首写得最好呢 蘇东坡的水调歌头写得最好 宋人有说水调歌头一出 其他的中秋词就没人唱了 可否唱给寡人听下呢 那丁香就免为其难了 请赐皮牌一用 比日ience有把几文庆帖 不知天生公寒 今世世何年 我已乘风飞去 悠空穷柔语语 不出不声安静我弄今夜 何死在人间 传着隔地 起我到我面 我已有恨何时长相的舍远 人有悲欢的河 月有阴晴远去 此时不难穿 寒愿人称酒 天意同称卷 好 《声情并茂》真是唱得好 这首词果然是中秋词之冠 小女子想告辞了 请慢 姑娘才华出众品貌相传 寡人有意将姑娘许符给太子 不知姑娘意下如何 不行 我家小姐已经有了意中人 怎可以许符给太子 父皇一下子就不道理不肯 抗子 你不怕斩头吗 斩头 你真是刁蚊公主 你都不讲理 彩云 优得无礼 父皇 不如我们兄妹 和丁香姑娘她比试一番辞学 以输人定婚姻 比就比吧 免得他们说我们不讲理 如果丁香输了 甘愿嫁给太子 好 就以水调歌头为题发文 答不出就算输 请太子 公主 随意发文 请问这首水调歌头 在唐宋池坛有什么地位呢 在苏东波之前 池是得一派 即是软药派 软药即是含蓄委软的意思 而苏东波就开创了豪放派 特点是境界开阔 感慨深沉 题材多样 气势豪放 而水调歌头就好比豪放派的基石 即是说水调歌头是豪放派的代表词作 多嘴 又不是问你 丁香 一首中秋词 为什么可以起到这么大的作用 因为这首词从内容到手法都是创新的 明月 几时有 这种对宇宙的思索 是池坛前所未有的 又譬如做官亦或归隐 内心好矛盾 但是最后都觉得人间温暖 这种乐观复达 都是池坛前所未有的 但冤人长久 千里共禅捐 这种可能性格和深入浅出人生道理 又是池坛前所未有的 又不是问你 你不说话没有人说你啞的 诶 外女 优得无礼 丁香姑娘果然才艺出众 寡人都不为难你了 不过寡人很想修你为女 就封你做明珠公主 多谢富王 丁香姑娘 明天再登门拜访 此初我问吧 我又要去 拜 那明天又要服侍这位刁蚊公主 哈哈哈哈 多谢观看 多谢观看 多谢观看